A股周末又出两大利空,下周一股市会不会再次阴线调整呢?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,我们A股本来都收市了, 其实从技术面来讲,周五是一个放量的阳线, 看形态是非常好的,接着很长时间,然后起稳,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,外围出利空, 第一个利空,全球市场昨天,尤其是欧洲股市跌幅是比较大,比较深的, 我们看一下,昨天晚上意大利跌了2.81个点,法国跌了2.6个点, 法国跌了2.6个点之后,2024年全年所有的涨幅都消失了, 2024年全年所有的涨幅已经全部跌光了, 其实欧洲股市之所以能够大跌,还是欧洲科技公司太少, 法国大家知道,法国现在有什么?法国现在还有一个空客, 法国现在还有一个空客,还有一个LOV的包包,可能还有很多农业, 法国的农业还是比较发达的,乌克兰对欧洲比较重要是因为, 像法国他们都是种一些高价值的,比如说樱桃啊草莓啊, 这些贵的,然后便宜的什么小麦啊,这些东西都是在乌克兰种的, 法国呢,股市大跌,欧洲股市大跌,虽然美股没跌呢, 但是对咱们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啊, 然后他这个法国股市大跌,包括呢这个德国股市大跌, 很有可能跟7月4号的这个,呃, 新的新能源要加我们的关税,我们这次准备,就是媒体放出风来, 是准备反击,是一个是汽车,汽车是什么? 汽车是,德国的痛脸啊, 德国呢,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进口了21万辆大排量的德国汽车, 而且价值都非常非常高, 还有就是白兰地,白兰地是法国的,大家知道法国红酒, 法国红酒也是我们进口比较多的,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放出风来了, 就是说你要加我们的关税,我们就是一个是要,呃, 加上欧盟的这个酒,还有这个汽车,汽车的代表呢是这个,呃, 德国,酒的代表是法国,哎,法国他那个,是吧, 他那个水果比较多,什么法国红酒啊,路易十四啊,什么白兰地啊, 所以说呢这个,法国股市大跌也有可能是担忧,啊, 也有可能是担忧这个,呃,贸易,贸易战会被波及,啊,贸易战会被波及, 这是外围,那内部呢,我们内部呢,嗯,呃,经济数据不太好,呃, 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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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贷款的人少了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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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以及他里面被波及 актив Land homicide level minutes organic탄 hit OK OK C czasu,车贷款的人少了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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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, 車還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,這個房子現在是真的談房色變,你想想一個房子去年買和今年買加幾十萬,那人家就更不願意買了,是不是? 在這種情況之下,房子又是大頭,這個也正常,但是我估算應該是央媽提前知道,他這個數據為什麽是周五談後話 你看現在咱們還是有點溫暖了,你說中午早上九點鐘他可不可以發這個消息,完全可以發,但你看他這個消息明顯是在盤後發的,他是明顯拖到了盤後,拖到了五點,這其實也是呵護股市的一種體現 而且你想一想,而且你想一想,就是說他這個數據應該提前央媽就有,所以說他才搞出來一個什麽房地產新政,降首付降利率,對不對? 那肯定就是這個利空也應該是被消化了,大家其實也知道房子賣不出去設容肯定差嘛 然後這個央行說了,前五個月人幣存款增加了九萬億元,哎呀天哪,大家不但是什麽呢? 大家不但是這個錢都存著,大家錢都存著,都存著了,然後他還那個,他不但把錢都存著,他還不借款,一口氣人幣存款增加了九萬億元 你說但凡啊,咱們說但凡,但凡股市要是有一點挣錢效應的話,股市要不是這麽拉垮的話,那麽這九萬億的存款是不是可有一部分進入股市 對不對?也不至於說,也不至於說,因為你要知道這個錢存在銀行裏,銀行是要給你利息的,知道吧?那銀行壓力也大呀,是不是? 所以說你想想,增加了九萬億,所以說A股要崛起啊,你A股不崛起的話,你這不都是存在銀行裏,這怎麽能行呢? 所以說下銀劑A股還是要努力一下的,這起碼要把有些資金從銀行裏逼出來這樣才行啊,要不然不就變成了空賺嗎? 那麽通過這個什麽呢?通過這個,通過這個大幅增加的銀行存款呢,就是傳言啊,下銀劑A股要降息了,對中國降息的呼籲升溫 說是呢,央行呢,降息的呼籲升高,是幫助顯露出復甦不均衡跡象的經濟的下閥,然後呢,有一個抉擇,就是說,週一,就是星期一啊,因為星期一呢,它是中期借貸便利MLF,利率決定 那麽這一次呢,準備是降十個幾點,就是因為這一次,就星期一啊,它是高好,就是時間高好,是中期借貸便利MLF的利率 那麽這一次呢,就是傳說啊,應該是降這個,降個百分,就是降十個PP,降的不是很多啊 他說啊,面臨兩難的經歷啊,這個,因為這個,早些時候,加拿大和歐洲央行它也降息了,知道不啊,早期的時候,央行和這個加拿大它也降息了 這關鍵的是什麽呢,就是歐洲降息了,但是歐元沒跌,因為你要知道,我們其實也怕人民幣老是貶值啊 你降息的話,那錢變多了,那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嗎,但是呢,好在什麽呢,好在前兩天,歐洲央行降息,但是歐元對美元沒有跌 那咱們,歐洲它可能以後就大一點,它就趕繼續降息了,對不對 那咱們也可以試一試嘛,只要人民幣沒有出現那個大幅的貶值的話,那就可以了,因為我們國家是外匯管制的 之所以前期不降低啊,主要是,不降息啊,主要是,因為我們的利息要太低,美國的利息要太高 那可能很多人他就會把錢從我們這邊取出來,然後呢,存到香港去啊,或者是存到美國去,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這個流失嘛 人民幣流失的越多,那你就貶值得越厲害嘛,但是呢,我覺得降十個幾點呢,可能是在嘗試一下 假如說,我們下星期一降了十個幾點,但是人民幣過去它並沒有什麽貶值,因為歐元降息了它也沒貶值啊,歐元降息了它也沒貶值 那麼,就應該是可以嘗試一下啊,當然了,這個股市呢,其實要是降息的話,肯定是利好股市的 股市呢,這個能走好的話,你看這個楊德龍就說了,想方設法提振股市表現,有利於推動消費付輸和經濟增長 看到沒有,因為你降息的話,這肯定利好股市啊,中午的時候大金融上漲了,比如說那個菜章大漲,對吧 就是可能要降息,對吧,要想方設法提振股市,股市走好了,才能有有利於這個推動消費和經濟的付輸,對吧 這個楊德龍是清華畢業的,這個楊德龍是清華畢業的,還是什麽,還是當年的這個縣狀元的,就是高考的縣狀元,是他們縣的狀元,考入了清華 但是呢,楊德龍,他的這個基金做的也不咋地,楊德龍從業可能一二十年了,他那個掌管的基金可能就,就正收益幾個點 嗯,但是人家還是有點名氣的,講了總比,沒講要強嘛,除了這些以外呢,周末還有一個大世界的,這個對A股,你說有影響吧 嗯,我感覺有影響,嗯,可能還是有影響的,怎麼樣呢,就是周末啊,呃,周末呢,是這樣的, 周末呢,有一個大世界,首批SATA ETF貨幣,開啟SATA絕金通道,啊,那麼6月14號,這境內首批投資SATA阿拉伯的一個市場的ETF,叫做華泰拐位,這個ETF呢,就是以後你想買SATA的股票 大家知道這個ETF只做基金啊,ETF只做基金呢,呃,他是可以買對方的股票,比如說有印度的ETF,對吧 有美國的納子ETF,啊,標普買ETF,很多人買不了這個,呃,國外的股票,但是我們的股票贊物是可以直接買國外的ETF的,比如說那個淡冰,大家知道淡冰呢,嗯,淡冰他就是買成了什麼,就是我們有一個納子ETF嘛,淡冰呢,他旗下的基金,買成了前十大股東啊,但是當然有可能也是因為持續在漲嘛,漲了漲了漲了,他市值變大了,然後變成了前十大股東啊, 就是以後你想買SATA的這個股票,股市,你就直接可以買這個ETF,就是你想買美股要買納子的ETF,這個SATA這個ETF呢,跟這兩天的這個SATA和美國啊,50年的這個石油美元協議終結,就不續簽了,應該是有很大的關係 嗯,當然了,有人說啊,就說這個,有人說了,哎呀,這個當年美國,對吧,靠著石油美元起家啊,靠著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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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油美元啊,然後這個,呃,但是要是SATA和石油,SATA和美國不簽,不續簽石油美元了,哎,這個以後美元罷錢要判他了啊,等等等等,因為當時美國他這個石油綁定美元嘛,嗯,其實我感覺這個事情啊,咱們就是,宏乖那麼講, 有點像什麼呢,有點像,就是,美國也不怎麼放在心上啊,啊,然後SATA呢,反正也不情不怨,大概就這麼個情況啊,啊,就是大家知道,比如說像那個夫妻一樣啊,假如說夫妻,嗯,兩個可能都不怎麼愛了,但是呢,要是有一方比較強勢,一個要硬挽留的話,一般來講還是能走下去的,最起碼不會離婚,對不對,那之所以就是,比如說兩個人都不那麼愛了,而最後又離婚了,可能兩個都想放棄,因為要是有 如果有一方要用強,或者有一方要極力挽留的話,一般來講也不會破碎,那麼這個事情,沙特和美國的這個五十年不續簽的可能就是,反正兩個都不愛了,啊,但是也沒有,好像也不是說就特別想挽留,為什麼呢,因為你現在,現在是什麼,現在全球新能源如火如荼, 你,你比如說這個美國,比如說,哎呀,美國這個石油霸權要再去錢,怎麼怎麼樣,美國現在感覺什麼呢,就是,中東它就是一個亂州,美國這些年雖然說靠著石油美元,那也是吃了不少紅利,但是美國也付出了很多代價,你看那個中東有多亂,對吧,那美國去打阿富汗,那不是要花錢的,那美國當年去打伊拉克也花了錢,還有現在支持以色列,對吧,為了,他為了這個石油美元, 真的也是花了很多心力的,對吧,你看,出錢出力,對吧,還有什麼當年為了搞什麼敘利亞,還有什麼庫爾德,這是花了很多錢的,我,比如說他要是,對吧,簽了給沙特簽了,那可能以後還要維持這個,呃,還是要繼續維持這個石油美元,他還要在中東花很多的精力,他還要在中東花很多的心思,關鍵那個中東又這麼亂,對吧,你雖然看著好像石油美元,哦,誕生了不少紅利,哎呀,全世界要用這個石油掛鉤, 然後怎麼怎麼樣,但是呢,背後也是有成本的呀,是不是,你這個背後也是有成本的呀,然後呢,這關鍵他有時候他沒什麼意義,知道吧,因為你看現在全世界,對吧,這個石油,全球這個心能源如果如荼,我們中國,比如打個比方,我們中國再有個五年,可能大街上跑的大部分都心能源汽車了,或者是混動的,那我們這石油的用量他也會,他也會降低呀,咱們那個心能源汽車, 在面向全球,對吧,開疆擴土,到時候全球可能他這個汽車上,他就不怎麼需要這個,對吧,這個,或者石油他會降低,你可能說那石油還可以發,石油還可以發,還可以發電呀,關鍵咱們還有光伏啊,是不是,咱們還有光伏啊,那有些地方他也不是說就一定要搞這個,用石油去發電啊,是不是,所以說可能就是美國覺得,我這樣再強迫沙特給我簽,但是以後這個石油的地位就越來越下降, 然後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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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雖然可能獲一點力,但是我還要再繼續管中東,對吧,那我到時候累呀,是不是啊,那沙特可能也這樣覺得,沙特覺得是什麼呢,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情況呢,美國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谷國,這才是最關鍵的,知道不,美國才是現在全球最大的石油出谷國,那你說,啊,這個沙特,對吧,沙特石油,對吧,這個,嗯,不用美元了,但是你要是買美國的石油呢,你要是買美國的石油,你也得 用美元啊,要是,我們打個比方,要是再過個十年,這個美國的石油產量再提升,美國一家石油的產量,就能超過這個,什麼沙特加俄羅斯的總和,你要用美元,你得用,你不用也得用,哎呦,我賣石油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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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對吧,你就是要買我的呀,是不是啊,那沙特現在是,現在一個面臨一個什麼問題呢,中國才是沙特最大的,最大的客户,但是,但是大家知道,俄羅斯現在有求我們,所以說俄羅斯的石油賣的本來就便宜, 最關鍵是俄羅斯的油從北邊直接過來,它安全呀,是不是啊,那,人家俄羅斯都全面擁有人民幣啦,都用人民幣買我們的石油,那你說你非要用,你非要讓我們中國啊,說啊,你必須要用美元才買我的石油,那中國說咱不幹了,咱就多買點俄羅斯的石油嘛,反正俄羅斯的石油賣的也便宜嘛,是吧,現在沙特他也是需要競爭客戶的嘛,他也需要,對吧,討好客戶的嘛,是不是啊,所以說呢,這個沙特的, 你要是再用石油,對吧,咱們可能就多買,就可能去多買這個俄羅斯的油了啊,當然從這一點來講,咱們還是比較聰明的,讓他們相互競爭,對吧,讓俄羅斯啊,沙特,這種伊朗相互競爭,對吧,咱們自己呢,順便再搞新能源,對吧,這樣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嘛,那這個事情呢,只能說是什麼呢,嗯,其實美國呢,應該也看得,美國應該也是看得清楚了,就是現在呢,你去再去強迫沙特,最後,對吧,美元跟石油綁定意義也不大, 一個是新能源的發展啊,如火如荼,第二個,在中東所花費的成本實在太高了,啊,中東的地方又亂,對吧,美國估計也想抽身了啊,還有幾個算是好消息呢,就是護酒瓢,啊,上海二手房,日均成交量,增加近四成,啊,這個,總是些好事嘛,房子賣出去,對於這個,經濟啊,是有幫助的,不過咱們還是要說啊,這個,上海還是有錢的,啊, 上海還是有錢的,上海人還是,還是比較有錢的啊,2024年呢,截止到中午抽盤的時候啊,3,4,5357隻個股,今年的中文說是付了20.65% 就是在2024年呢,其實一些白馬股漲得還可以,什麼長江電力啊,煤炭啊,對吧,銀行啊,但是呢,小盤股漲得比較多,跌的比較多,所以今年小盤股,小盤股是,嗯,走的比較,比較差的, 小盘股主要还是以科技股,然后周末科技公司有一点点利好, 央妈科技创新债贷款加速落地,精准支持科技创新企业, 这个是央行联合科技部门设立了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债贷款, 其中1000亿额度用于专门支持初创期、成长期科技动摇企业, 金融机构更大力度投资投早投投小投硬科技,这个对科技公司来讲是好事, 今年科技公司走的比较惨的,软件股今年跌的是比较多的, 那么这个有可能对科技公司是好事, 然后最后再说一个坏消息,6月13号互生两市进1100支个股转融通出借股票, 其中湖北广电转融通出借了615万元, 首先你要知道转融通并没有被废止, 转融通只是废止了什么,限售股转融通, 你要明白限售股转融通和流通股转融通,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, 流通股转融通就是我这个, 因为这个转融通它其实也是在释放银行的风险, 这个东西我以前跟大家讲过, 就是说2015年大家知道,2015年曾经出现过股权质押暴仓, 很多人应该知道2015年股灾吧, 当时2015年首先去杠杆去的是什么, 准备是去了什么以恒生电子为代表的混质系统, 就是恒生电子当时它是配置嘛, 首先是打击配置, 但是股价持续下跌过之后呢, 配置它也被打击, 它通过持续下跌配置爆仓了, 配置爆仓过之后, 把融资也给爆仓了, 那融资一爆仓股价又跌了, 结果又干涂了什么, 股权质押又爆仓了, 所以说2015年你看, 2015年那个股市啊, 跌了好几轮就是这样的, 首先是配置爆仓, 然后就是融资爆仓, 再然后就是股权质押暴仓, 尤其是股权质押暴仓, 股权质押暴仓它往往是, 因为股权质押暴仓它是质押, 股权质押是给谁, 质押是给银行的, 知道吧, 你说你配置爆仓, 那是散户股民亏了, 那有什么关系, 你说融资融欠有时候爆仓了, 最多是欠仓亏了, 那欠仓它毕竟是牛市狠狠挣了一波, 爆点仓也无所谓, 但是你要是说股权质押, 因为股权质押基本上都是给银行的, 股权质押是比较少的, 你给银行告爆仓, 那银行要出问题那还了得, 所以说呢, 其实2015年这个股灾呢, 就给大家一种感觉, 就是说股权质押很危险, 你不让人家质押吧, 那有时候上市公司他缺钱, 那上市公司老板他也缺钱, 发工资比较刚好没钱了, 那他就得去质押, 那有什么办法呢? 所以说2015年之后呢, 就搞出了一个转轮空, 就是你不是缺钱吗? 转融通一下, 转融通一下, 然后钱不就出来了吗? 临时救个急嘛, 就发个工资啊, 买个机械设备啊, 然后呢, 你这个大股东周转起来, 不就灵活一点了吗? 因为最关键的是, 他这个转融, 他不需要把这个股份质押给银行, 那银行他就从这个风险里面解除出来了呀, 所以说当时2015年就是, 转融通搞出来就是为了, 为了给银行的释放风险, 因为2015年股源自家爆仓了嘛, 所以转融通呢, 他建立蜘蛛, 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 他只是后来被人家用烂了, 弄了什么就是, 限售股他也转融通, 你说流通股, 对吧, 都已经是流通的了, 比如说三年期解禁期到了, 对吧, 我已经流通了, 你转融通呢, 可能有时候为了应急可能正常, 后来转融通发展到令人发指的, 就是他上市第一天就能卖, 现在是五, 明明是现在是五, 他也转融通, 比如说你到三年才能解禁, 那你到三年才能解禁, 比如说你三年解禁过之后, 你说你转融通一下就算了, 上市第一天, 我还没有到三年呢, 都转融通,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转融通就被完赖了, 其实美国也有转融通, 他就是为了释放这个银行的风险, 然后有时候股东临时缺钱的吧, 然后用一下, 那么转融通呢, 他对股价的打击呢, 是显而易见的, 那么这一次的转融通呢, 首先你要明白, 他是属于正常的, 国外他也有, 咱们有的时候也是要, 平良心讲就是咱们有时候也要, 对吧, 但是就是什么呢, 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东西咱们说不好, 你怎么说呢, 就是我们再讲, 多讲两句啊, 你说那美股有转融通, 对不对, 那人家说了, 那美股有转融通, 咱们也有转融通, 有什么区别呢, 有什么不行吧, 关键是人家美股还有回购啊, 人家美股还有分红啊, 人家美股还有盐营俊法保证啊, 人家所以说美股呢, 其实还容易赚钱, 容易做多啊, 对不对, 美股有转融通, 转融通可以做空, 但是美股还有每年大量的分红, 每年美股还有大量的回购, 美股还有这个盐营俊法保证上市公司, 对吧, 好好努力, 但是咱们A股呢, 我们又没有什么分红, 咱们又没有什么回购, 我们还到处都是减辞, 哎呀, 这个董事长跑路了, 清涨减辞了, 那个高管清涨减辞了, 对吧, 咱们还有这个, 三呼海啸的这个什么, 三呼海啸的这个IPO, 死命的这个IPO, 大举的这个, 大举的这个融资, 我们还有一个月两次的这个股指期货交割, 人家外国都是两个月, 三个月一次交割, 咱们都已经做空的功能这么强了, 对吧, 咱们已经就是, 我们做空的手段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之下, 你再搞个转空, 好像也是会让人家也是, 对吧, 就是咱们这个身份不一样, 你说那些, 对吧, 这个有钱人, 人家有钱人啪啪一口气, 可能买个房子, 你说很随便, 都是买房子, 都是人, 人家有钱人买起来的房子容易, 但是有些人他穷人, 他也是个买房子的, 他可能就只能买一个很小的, 很小的, 非常小的的, 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要, 国情不一样是不是, 你说咱们A股要是有每年这么多分红, 每年还有这么多回购, 你搞一个转红, 就搞一个转红就是的了, 对不对, 但是观点咱们没有, 你还要搞转红通, 然后理由说的好, 理由说的还没有人眼神, 哎呀, 人家美股有转红, 那我搞个转红通怎么不行了呢, 他就不说的, 美股还有分红的, 人家美股还有炎英俊发的, 对吧, 咱们这个A股做空动能已经很强的情况之下, 你再引入这么多的做空机制, 好像就, 对吧, 太残忍了, 对吧, 太残忍了, 你看, 你看, 你看这个转红通, 对吧, 在这个, 沪神有, 总共在5000家, 就有1100家个股转红通, 其中的湖北广电转红通出现了615, 那你说他转红通干嘛的, 那就是用来砸盘的呀, 就是啊, 那转红通大家知道, 转红通, 他这个转红通力是比较高的, 转红通力比较高的, 连Io眼科, 记者Io科技, 他都都有转红通, 然后转红通呢, 手续费比较高, 大家都能赚点钱嘛, 就是说, 哎, 这个, 没法说, 咱们A股都已经这么菜了, 这么弱了, 还去搞转红通, 你让人家美股的吧, 走势这么强劲, 搞个转红通, 背冲一下风险就算了, 咱们A股都菜的真这个样子了, 还这么大举的在转红通, 只是说以前限制了限售股转红通, 不限售股票仍旧可以转红通, 下星期一呢, 大家不要悲观, 下星期一呢, 这个经济社区该发也发了, 然后呢, 这个周五呢, 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护盘动作了, 最关键的是呢, 下星期一是一个, 这个LOP发布的时候, 看看下星期一是不是降息, 降息的话呢, 他可能就是后面, 有可能会有连续的降息, 而且呢, 周三啊, 6月19号陆家嘴有一个金融的会, 你看大家知道周五的时候, 券商大涨, 涨的就是两家上海的券商, 因为周五陆家嘴不是有个会嘛, 涨的就是上海的券商, 所以说下周一也好, 周三也好, 6月19号周三嘛, 也是值得期待的, 那6月19号过之后呢, 还有7月份一个非常重要的会, 所以说总的来看呢, 对于下周大家不要悲观, 每天早上9点15到11点半, 下午1点到3点都有直播,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给关注, 而且这期会呀现在什麽是有新闻的只是你 什么时候要았는데雨局了一点的好吗有吗有吗有